小龙女出柜!成龙终于开枪冷回5字 香港14日讯,武打巨星成龙17年前与武起立外遇生下一女小龙女吴卓琳 本月5日吴卓琳在IG大访宣布出柜,任恋加拿大吉网同Andy 近日Andy甚至为吴卓琳出头,呼吁大家不该称吴卓琳是成龙的女儿,全力保护爱人,反观成龙 最近终于对女儿承认性向知识开枪,还仅冷回5字,她开心就好 成龙17年前偷吃获得原配林凤交原量后,便能处于与吴卓琳母女的关系 传闻被亲生父亲伤到极深的吴卓琳曾放话,称就算给他一亿,也不愿跟成龙相认 吴卓琳今年3月则在记者会上升类巨下控诉成龙对女儿不闻不问,从未付过生活费,还狠心跟中间人说,我任何一毛钱都不会帮你 近日,吴卓琳公开宣布出柜,引发网友热烈讨论,据新浪娱乐报道,成龙出席活动时,被记者问到此事 只淡淡响应,他开心就好,态度于当年得知儿子访左铭,吸、毒,或是脱口小王八蛋 大不相同,许多网友也对成龙反应寒心,说,自己犯错却害了女儿一生,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日前吴卓琳女儿小龙女吴卓琳正式以一句I,MK宣布出柜,妈妈吴卓琳第一时间喊话永远爱你,并称支持同志,轻松说不用养孙子 10月11日,吴卓琳通过微博对女儿出柜再发声,美好的社会,应该允许每个人开口说爱 吴卓琳通过微博对女儿出柜再发声,写道,如果连喜欢谁都不能讲,活得在,安全,又有什么意思 美好的社会,应该允许每个人开口说爱 今天是国际出柜日,当子女出柜时,愿所有父母温柔以待 并曝光金星和蔡康永对同性恋的采访支持 网友看到微博后纷纷留言,称,当子女出柜时,愿所有父母都能温柔以待 了不起的妈妈 明显在成长,和孩子一起 这事情妈妈能处理比较好,接受,不支持,不反对,也可能就是孩子一时的叛逆 参考来源